台南的牛肉汤店算一算最少上百家,竞争相当激烈 有一家小店远离市区,招牌不起眼 店家熬汤的方式也很传统,却相当受到顾客的喜爱 长出了老板,原本是专业司机 因为爱喝牛肉汤,就跑遍了台南各个地区品尝 退休以后,他自己开店,就把过去喝汤的心得融会贯通 他说,舍得用最好的原料,就能熬出最单纯的原味 而这味道就是百吃不厌 说到了责善固执 那大概是盐天送卖牛肉汤这24年来 体现得最淋漓的四个字 这里是比较好,它里面还有肉 所以它炖出来的那个汤比较有味道 我们正常的量都是这样子 不是你们今天来才放多 我们这边有一个里长,从我开店吃到 最近因为他去看医生就比较少来吃 那个里长在我们这次吃了几乎超过20年了 几乎每天来吃 老台南的牛肉汤底不走甜淡蔬果系 牛大骨加牛腩就能够熬出辽薄味蕾的清心 只不过一手催生这碗作品的主人 可一点都不像他的牛肉汤那般温婉 那个部落客也曾经来这跟我访问 那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我小女儿她认识 我也跟她讲 我年轻人她会上网跟我付贫的 我也不希望她下次再来 合则来不合则去 其实盐天送不只算是个有个性的老板 偶尔也带了点爷王般的霸气 像是芥兰炒牛肉 或是空心菜牛肉也好 开店前备料 他就是不愿先把菜切好 尽管假日客人大排长楼 竟然也都甘心等着 这个餐是我们最高适的 我们如果是选要吃很下 选切就会觉得很新鲜 因为它这个菜你切下去 它里面有一些东西 它会分泌出来 经过氧化或是怎么样 就是会不一样 你们多久来吃一次 几乎天天都来 肉比较多 面也很多 我们做工的吃也比较薄 新鲜汤的汤好喝 它的汤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就是我们台南的牛肉汤 有很多口味 但是我觉得他们汤喝起来 就是很花顺 很顺口 来的话我们都会把汤喝完 从国中吧 就是我们家的车厂开在附近 然后小时候就是 我阿公会带我们来吃这一间 然后我们也是去吃过 外面很多家 可是我阿公比较挑嘴 然后他就吃这间的吃比较习惯 关于一碗牛肉汤成不成功的关键 糖头当然是要减 而肉质则又算是提掉 美味的另一门知识学问 一般我们这个店家 所分配到的那个牛肉 都是固定的啦 但是你如果时间久的话 我们分配的那个肉质 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资深的店家 每天对于获得好肉色的几率 是相对高的 然而言天宋更让人赞叹的 其实是炒功 尤其是炭镜 姜丝大肠魂 酸香鲜姿又爽脆的炒牛肚 客人来都会说 你们的招牌什么比较好吃 我们招牌是用铁做 你吃不下啦 但是客人他听了也是 感觉是在开玩笑啦 没有就避免啦 偶尔新鲜来潮的幽默 这是言天宋平时高冷惯了 难得也有想跟陌生人拉近距离的时候 比较传奇的是 年轻时他是专业驾驶 后来却因缘际会才花十天 就跟朋友学拉一身煮牛肉汤的功夫 开过什么车 小货车 既然车 大卡车 拖车 砂石车 要怎么讲 我对这个吃的 跟煮的 本来就是有点那个兴趣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 我就会煮饭了 那个时候只记得厨师朋友 找了间小厨房 要他天天跟在脚边 学炒菜 学炖汤 没想到这个很有天分的十天厨匠 找了店面 店门才开没几天 就嫌饱受左邻右舍的嘲笑 乔公 这都做四人 很少人在吃牛肉 而且是比较属于农业区 比较 要怎么说 比较整个 没有参与市 接受吃牛肉的人 就多了 这里接受的比较少 也许二十多年前 农村纪会吃牛的风气 实在太过浓郁 阎天宋耐心判了一年 有感矛头不对 只好又半摸索半求人 教会他煮出这一锅 牛肉汤店不太会有的红烧牛肉面 牛腩它就是里面有筋 有肉 它那个筋会散发出那个胶脂 味道也比较香 当时红烧牛腩一出炉 万事俱备了 仿佛登峰也不欠 因为当时旧店面四桌工厂林立 下班用餐的人潮多 车流也够庞然 哪怕同条马路上 另一家高档牛肉汤店 就紧淋在旁 年天宋也依旧它 一派王者的风光 以前这里车辆出入也比较多 现在有什么南俄高 那个86的 大家都跑那边 很少跑这里 以前所有车辆都要经过这里很多 以前生意很好 它以前这里的工资很多 而且工厂的员工也很多 如果要拿从前跟现在相比 沿天宋的生意其实也不算变差 而是大环境迁移 物价成本都顺习飞涨了 这个不愿和现实妥协的老板 还是宁可守旧 一贯老派也不畏上前而改 好比熬汤用的牛腩 你五十块一斤的那个肉 就是比较属于杂肉 而且比较那个不干净的肉 因为它那个不是牛腩 不是牛腩的肉 它都是一些边边嚼嚼 那个切起来不要的那个肉 所以那个比较便宜 但是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好 吃的用的 凡是老客人已经习惯的 沿天宋便坚持不改 说起这个又传统又固执的老板 许多熟客到现在还是很有感 只不过前两年患了大肠癌 又手术又化疗 一场病痛的摧残后 现在再有个性 他也学会了胆燃 如果遇到那个客人 会影响我的情绪 那个就是低潮 这种多久会遇到一些 这不一定 那怎么没有看到鞋的调味 很好 牛腿也不会跟我讲 好像是你这样 热烟凡腾下 也许就是这么一股居直 汤里的金黄 肉下的粉嫩才成了经典 个不个性 亲不亲民 在那母亲润滑过舌尖后 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就像这种一股居丝